拿起报纸 志工们开始玩游戏 报纸越折越小张 想要站上去 考验的是平衡感 换个游戏 把废报纸揉成球来玩球 红色白色举起来 蓝色包箱 听口令 把彩色球举起 训练专注力也练习手部运动 这些活动是专门针对长照据点设计的 但这里不是据点 而是健康促进教案带动工作方 参加的志工在社区都常遇到瓶颈 长辈可以保持乐趣跟学习的动机很重要 对 很重要 有的就一个小点 他下场就不来了 应该用什么更好的给长辈这样子 所以自己在带活动的时候难免有些顾虑 会啊会啊 所以我们参加这个课程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棒的 为了帮助没有医疗背景的志工 工作方把数年来累积的经验浓缩成教案 专业的人员带领我们这样子的志工 去把他们的脑中里面的想法 去把它成型 把这样的经验复制到每一个据点 那每一个有需要的志工 我们就不用去担心它的背景 透过物理治疗师的专业提升志工技能 要让据点长辈能过得更开心健康 大爱新闻 陈一珍项目术高雄报导